Hello,大家好,非常欢迎你们来到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管理学院来学这个会计硕士的项目 我也是会计硕士的学生,我是去年八月份过来的 然后今天我很荣幸的能够坐在这里和你们分享过来一年之内的这一些经验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英语的技能 就是你在中国的时候永远不会想到英语在美国有多么重要 这已经构成你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 你上课要用英语,因为你要听教授讲课 下课教朋友参加活动,即使还有找工作也都要用到英语 所以特别是我们的说和听的能力 因为在中国的教育上我们更重视读和写 但在这边说和听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建议所有还在中国的同学 一定要抓紧时间练习你的英语 通过看美剧,看美国的电影 然后听一些美国的新闻来巩固和加强你的听力和口语 然后你要尽量让自己去说,去寻找外国的朋友 或者去自己来练习你的发音 减少你们中国的口音 然后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我有一些同学在面试中就因为英语的问题而失败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过来以后都不再让英语成为我们的困扰 然后第二点我想强调就是 来到美国以后我们一定要非常积极地加入美国大学的这种学生社团 因为加入学生社团可以让我们认识很多很多的人 然后有很多额外的课堂上没有的机会 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社区服务的工作 我们去帮助穷人找工作 帮助小孩去学习一些基本的金融知识 我们也可以帮助一些环保公司做这种有利于环保的一些事情 都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然后就是加入社团的话 还可以锻炼我们的这个领导能力交流能力 也可以认识很多的朋友 第三点我想强调的就是 我们一定要很勇敢地去和美国人结交朋友 因为这是在美国 我们如果想要认识一个真正的美国的话 是一定要通过当地的学生 通过他们来了解的 不要害怕和他们交朋友 就是要很勇敢地去和他们say hi 然后要去和他们参加他们的party 然后和他们发短信发邮件这些 就是把他们当成普通的朋友一样 这样的话你才有更多的机会认识这个真正的国家 然后第四点就是说 美国的大学和中国大学有很多区别 最大的一点就是 你在课堂上要非常积极地活跃 你要就是提问题 要一直不停地思考 不要一直坐到那儿听 然后记笔记 我觉得就是勇敢向教授发问是一个非常好的 锻炼我们勇气和一个质疑精神的一种 这种能力 这也是美国大学所 他们所鼓励的一种学习方式 然后就是下来以后要及时预习 因为一节课可能讲到一到两章 就是七八十页甚至上百页的内容 所以我建议大家要及时地复习 考试前呢 大家可以做这种团队合作 就大家在一起看书 然后每个人将自己看到的重点和其他的同学分享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方式 因为我也有试过 效果确实不错 比我一个人学习强多了 然后最后一点呢 就是讲到社交 在美国吧 因为你父母朋友都不在这边 所有的一切都是你自己创造的 你要去建立你自己的人脉关系 建立你自己的社交关系 所以我建议同学们在参加所有的活动中 当你认识的这些朋友 无论是来自公司里的 还是其他学校的 你都要努力地和他保持联系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 就有一些人你觉得 对你很有帮助的朋友 你要和他保持联系 然后让他们记住你 所以就在你以后的就业里 或者是工作学习生活上 这些同学 这些朋友 他们都会真正地帮到你 因为你并不知道 谁是可以真正帮到你的那一个人 所以你要努力地去建立你自己的社交 这就是我的一些基本的建议 希望你们在中国的朋友 可以听到 可以看到 然后可以来美国去做到这些 然后我非常欢迎你们 期待你们来到UTD 谢谢